大家好 我是跑野的孙日一 奥运又结束了 那在这一轮奥运周期里面 我们看到了探满跑鞋的大情其道 不过话说回来 想想我们那时候用的那些手机 翻盖的 折叠的 推屏的 那些款式到现在看来 就像恐龙一样灭绝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 在下一个三年巴黎奥运会来到的时候 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跑鞋 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呢 今年当我们看到女子马尊冠军 气不切切穿着 Adidas Adizel Adidas Pro 2 冲过终点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期待 下一次比赛他会穿着什么样的跑鞋 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 就是因为创新 科技为什么会进步 也是因为创新 那跑鞋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为什么还会有新的进步 就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创新的新 我们想看到每一种可能 不断的尝试 才能够把跑鞋科技推向新的巅峰 就像我面前这双 Adidas 4D Forward 从外形上来看 这双鞋和前几代的4D有区别 但是区别并不大 通过我们获得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说了这么多 那到底这双鞋实测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请了我们的资深跑鞋编辑 大卫 Adidas长期的 Captain 陶子小姐姐 她们会对这双鞋 在穿着之后 跑动之后 有什么讲解 有什么想法 晚点 我们回来再看 大家好 我是陶野的大卫 大家好 我是陶子 眼前这双Adidas 4D Forward的跑鞋 我跟陶子已经试穿过一段时间了 我们首先请朱姆生的阿丽达斯用户 来跟我们讲一下他的低脚上脚感受 我确实有很多双阿丽达斯跑鞋 我们眼前的这双肃肃地轴落的跑鞋 我第一次低脚穿上它的时候 有一点点布色的这种感觉 但是细细一瓶呢 它跟布色又有一点不一样 假设布色是那种乳胶床垫的话 我们这双鞋的鞋底 更像史蒙斯床垫 说的更直白一点呢 它会有一种 把你往前推的一种推进力 在这次的测试中 我们首先进行了一个田径厂的测试 Adidas 4D Forward 在四分配出的情况下 最后我们得出的结果是 Adidas 4D Forward 它的垂直正伏比 我个人的数据是7.4% 垂直正伏比这个数据呢 其实是反映了跑者的一个跑步效率 通常来说较低的垂直正伏比 表示跑者可以用比较小的成本 去获得更好的收益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更有效率地去跑步 这个数据我们跟谁去对比呢 那么我们选择了一双 Adidas相对来说很快的跑鞋 Alysia Adios Pro 2 在垂直幅度上面 4D Forward是9厘米 而Adios Pro 2是10厘米 相差不是特别明显 步幅上面的话 4D Forward是1.32 Adios Pro 2是1.30 也就是说 这一双新科技的4D Forward 其实在整体的步幅上 是可以跟竞速跑鞋 比较高下 Adios Pro 2可能是更好的一双竞速跑鞋 而4D Forward是一双更稳定的跑鞋 作为跑步编辑嘛 就是办公室里大部分的跑鞋 我都会视脚穿一下 不管是碳板跑鞋 还是稳定型跑鞋 或者是缓震跑鞋 我们都有穿过 各种脚板也都会尝试过 我觉得Adidas 4D Forward 它最大的不同之处 或者说它最超前的地方 就来自于它的中底 眼前的这个中底结构 是使用3D打印技术 制成的一种网格结构 据说是根据500万种 排列组合当中 最优的一个选择答案 它带给跑者最大的一个推进力 总的来说 你会觉得这双Adidas 4D Forward 更像一双潮鞋 或者一双概念鞋 我们这次也在徐慧宾江 做了一次15公里的一个小测试 穿的也是我们Adidas 4D Forward的跑鞋 测试下来的这个数据 和我们一公里测试的数据 结果是一样的 它的正伏比更小一点 同时它这个布幅也会更大一点 说明Adidas 4D Forward的跑鞋 确实在训练上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对的 向前推进这一点上 我觉得的确就像 它自己所说的自带推进 Adidas 4D Forward 我觉得它不仅继续是一双跑鞋 它的轻量耐磨 其实给跑者来说 带来更强的稳定性 它因为最近的测试天 天气非常的不好 每天都在下雨 我们和金雨天做了很久的斗争 所以说在雨中的测试 我们也完成过 总体来说 无论是城市斑马线也好 或者是塑胶跑道也好 即便是雨天 它的耐磨还是非常的可靠 我觉得这是一双 集合了轻量 然后稳定 更重要的是自带推进力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双Adidas 4D Forward 会慢慢的成为赛道上的一种可能性 至少我觉得它作为一双训练器 还是蛮出色的 而且其实它也适合不同的场景 我这几天也是穿着它 去了一些距离家健身房 然后参加了一些器械训练 以及拳击训练 这两天的感受 让我对它印象非常好 虽然Adidas 4D Forward跑鞋 还没有在现在成为主流的竞速跑鞋 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是 它的中底材料 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对于未来它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 我们在变快的过程中 不仅仅只是人自己本身的技术 也包括我们的装备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可能性 Adidas 4D Forward 就代表了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快来加入我们 一起感受科技的力量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